專屬魔王 有專屬魔王可以打耶 好那我們就 立刻前往擊殺 我們看看可不可以把他幹爆 看一下薩草可不可以把他幹爆 OK 攻擊 哇 看他的數字跳了跳了 感覺這個王一下就要被薩草秒殺了 嫩逼 嫩逼 哈囉大家好我是薩克 是你被遊戲耽誤的保險業務員 哇維基合約終於快要結束了 今天我們來放鬆一點心情 我們來踩踩新的遊戲的爹吧 那影片開始前 如果你還沒有訂閱薩克的頻道的話 記得按下訂閱按開小鈴鐺 這樣才不會漏掉接下來的每部影片喔 另外如果你喜歡無刻玩遊戲 想看無刻玩家怎麼打各種高進度的話 那肯請訂閱我們內文連結裡面的副頻道 我就放在內文連結裡了 好今天要來介紹這款遊戲是天涯幻夢 對他是少與為小姐姐介紹的遊戲 畫面上來講還挺不錯的 然後呢 對基本上他就是一個 又是一個打怪練功的 社交類型的魔術器遊戲 不過他的畫面非常的精緻喔 而且他的主題曲非常的好聽 好所以我們現在就來打個世界王吧 那我們來看一下薩嫂的技能有多麼的中二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是什麼 好呀我竟然不能看技能的名字 不管反正就是很厲害啦 反正就是會打人就對了 好OK我們來看一下 恩 在打怪的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先來看一下 變強 對我們來看一下變強 修增提升 喔對來 看一下這個 全部反正是紅色的東西 只要按 像這種類型遊戲只要是紅色的東西 你按一按喔 基本上如果不是課金的選項的話 基本上都可以 直接讓你變強喔 我們來看一下一鍵生的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這個招式的名有多宗的 紫緝東來 我還以為我在玩抽獎呢 結果全部都抽到S啦 紫緝東來 好 風捲殘雲 恩還蠻掉的 這是什麼 青霜鎖到 還是什麼 浩月最靈 OK沒有問題 好 感覺這款遊戲呢 就是要你一直歸世界王啦 然後你就是 可以刷到很厲害的裝備 對來打個世界王 90等的世界王 OK 居然要走這麼久 那我們打這個110等的世界王呢 不管了還是先就打一下就對了 好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他送的什麼東西 立即領取 免費大禮 月卡基金禮包 好OK就是一些VIP的東西 開服看一下什麼東西 喔 好像很多東西可以拿 看一下 以刷新 手殺 手殺 有人手殺了我們就可以拿獎勵 這就是一些 開服大佬 對 開服課長 好我們來看一下 開服比拼 跟人家PK等級的 好我們跳過 這是什麼東西 這是戰隊 OKOK 這就是工會 好看一下 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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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們來看一下會抽到什麼東西 耶 反正就是碎片嘛對不對 喔元寶 元寶是什麼 元寶其實我也不知道有什麼用 反正就是買商城的東西 立即穿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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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真的是世界王送一堆武器啊 對送一堆 很屌的裝備啊 這個遊戲的紅裝好像是最高等的裝備 全民嗨半天 快速使用 這是什麼東西 快使用 喔 喔送裝備 送裝備 送各種神裝 送各種時裝 魔王 魔王次數倒水 我們來看一下 全民嗨半天 捐獻是什麼東西 不管了看一下 這是我定時福利 領取看一下 喔就是刷世界王的東西嘛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一百等的怪物又要復活了 來 一百等的怪物又要復活了 看一下 好我覺得就是一個不太需要 哇 一堆紅紅的東西 送翅膀耶 哇翅膀好帥喔 送翅膀 送翅膀 升星啊 不能升星 OK反正就是 你解鎖了新的時裝之後 你戰力就會變高 OK好 我們來看一下有什麼東西 喔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戰力一下就加7000多 哇 其實各位我在玩這個遊戲 我不知道30等我就已經98等了耶 這速度真的超級世界無敵世界快的 活動大廳 管名 是什麼東西 他不管了就報名吧 復本 喔復本 一鍵挑戰 OK等一下我們再來處理這個 我們現在打 我們先打完這個世界王吧 你看那個課長 傷害一百多萬 好厲害啊 這麼厲害 真的是挺猛的 力氣裝備 確定 YES 好OK 那我們退出一下吧 對我們退出復本 退出復本 好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覺得這個遊戲就是跟著任務走就對了 不過他的音效是真的蠻好聽的 就是他的那個什麼音樂啊 音樂表現真的做得不錯 這一點給點加分 然後呢 以社交模擬器來講 他的畫面其實是挺漂亮的 而且對手機的需求量也不低 也不高啦 對也不高 說錯了 就是 喔這是什麼 修增突破石 你就需要修增突破石 天神 這就是叫你的小弟去打人 一鍵升級 反正遇到這種東西就是一鍵升級就對了 OK還有那個裝備 裝備自動強化 自動強化 自動強化 對 就一路強化到底 反正錢 用錢 錢這種東西就是 用免錢的 對 反正這遊戲錢送最大 OK沒事沒事沒事 好好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有什麼 穿戴 五七劍 三階紅衣新裝備 所以這關就是 接下來的主線任務就是要打世界王就對了 好變強 學武真假 啟動 啟動 反正你不知道 自己假設要怎麼提升戰力的話就啟動 然後最後面就變成手儲特質 OKOK 好 這什麼 這什麼東西 看一下 修復 這就是類似開啟一些功能就對了 好我們來 繼續打世界王吧 我們打世界王吧 世界魔王 專屬魔王 唉唷 有專屬魔王可以打 好那我們就 立刻前往擊殺 我們看可不可以把他幹爆 看一下薩嫂可不可以把他幹爆 OK 攻擊 對 哇 看他的數字跳了跳了 感覺就往一下就要被薩嫂秒殺了 嫩逼 嫩逼 太嫩了 OK 好 我覺得還是打世界王好了 因為世界王的裝備感覺比較強一點點 好 我們看世界王 世界王在哪邊 點主見任務 他的介面真的好複雜喔 真的 有點不爽 那個介面真的是 很亂啊 好不好 真的 就覺得這種遊戲就是 他真的 就介面就是可不可以設計的簡潔一點啊 就是一堆 花花綠綠的東西 然後 對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為什麼就是 很反感 就是我都不知道 要點些什麼東西幹嘛的 這是什麼 已經完成完全下載就可以就可以領取獎勵 福利 一鍵領取 快速使用 OK 沒有問題 世界王已經葛屁了 那我們去打這個好了 110等這個王 他就快要刷新了 我們98等 OK啦沒事的 好反正 就是個類似像這樣子的遊戲啊 就是沒什麼 就是 一鍵變強 對 你就是一鍵變強就對了 OK 他快要刷新了 PK 弄死他 我們 應該是不會死啦 我們這麼厲害 對不對 然後我們身上還有滿多 還有兩件白裝 看的真不爽 寵物呢 對寵物也會增加你的能力喔 一鍵提升 OK 哎呀 可以切換成這個嗎 鎖定視角 因為我其實有點玩不習慣他的3D視角 竟然界面真的太亂了 真的 超級無敵世界亂了 OK 好 哎呦 我們好像打這隻王蠻痛的耶 我們好像有點厲害 我們是第二名的 我們輸出是第二名的 好像有點猛喔 我快要追過第一名的輸出了 好像有點猛 這隻王要掛掉了 哇 結果什麼小都沒有 有耶 有噴裝耶 確定 耶 OK 剩最後一件裝備了 剩最後一件裝備 Nice喔 我們去打120等的 直接去打120等的 看看就是可不可以把那隻王給秒殺掉 OK 他快要復活了吧 要復活了嗎 要復活了嗎 總之就是一個 一直打怪練功的遊戲 然後就 140等之後你可以有 解鎖什麼 伴侶喔 對伴侶功能 對就是你可以去跟其他的 Anada 其他的網路上的一些人 就是組隊打怪 對反正就是類似這樣的遊戲 然後怪物打你也不痛不癢 這個遊戲體感還真的是不錯 而且我們好像是兩個人打這隻世界王耶 我們才兩個人耶 哇 我們兩個人挑這隻世界王 感覺可以啊 沒事了沒事了 OK 角色 我覺得他不要有裝備你可以一鍵熔爐他 我看一下 裝備 有沒有裝備 裝備裝備在哪邊 背包 我記得在背包裡面 看一下背包背包在哪邊 唉唷 所以我們完成任務了 對我們就繼續組線吧 我們把身上全部刷滿紅裝了 真的沒有在跟你嗶嗶 而且這個遊戲有所謂的就是 怎麼講 就是掛機功能 對就是掛機功能 開啟懸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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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唷 好像有點厲害啊 已經開啟了 哇 好像有點猛啊 全身紅裝就可以開啟這個 OK 好啦 這遊戲有所謂的掛機功能 就是你離線越久嘛 你離線越久之後你就可以 就是拿到越多的經驗值 還蠻佛心的 如果你喜歡這類型的武俠類型的遊戲 這種 修真類型的遊戲的話 就這款遊戲挺休閒的 還蠻適合你的 日常任務 別說 進入賞金任務 接下來就開始卡主線等級了 所以呢我們要 怎麼講 快速升等 凡人修真 凡人修真我們來 我們打這個吧 這有點類似階段性的 爬塔副本啊 就一個人這樣爬塔 這樣爬上去 一路爬上去 然後前面的倒數 其實有點蠻 有點蠻妥時間的 OK我們就一路這樣爬上去吧 直接 快要把這個敵人給秒殺了 爛透了 立即裝備 繼續挑戰 這倒數真的是很討厭 真的很浪費時間你知道嗎 超級浪費時間的 OK修復 修復 完成100等主線任務 之後我們就開始 法寶功能 喔 100等了耶 Nice喔 100等了OK 好我們 130等結束轉職 所以就是 130等之後 就可以轉職了 前往擊殺 110等的嫩逼 我們剛剛90幾等就打得贏了 好啦 OK總之就是一個 挺 怎麼講 就是一個挺休閒的一款遊戲 對我覺得是挺休閒的 而且他的主題曲真的好聽 真的是蠻好聽的 然後畫面表現上也不錯 但是這個遊戲我要挑幾個缺點 就是他的界面實在是太雜亂了 真的讓眼花撩亂 你知道我都不知道該按哪些東西 雖然說紅紅的東西很多 但就是 一堆界面你知道嗎 就是看了之後心情就不爽 然後之後 我靠現在怎樣當機了是不是 就是卡住了你知道嗎 各位卡住了 對當機卡住了 現在又恢復正常了 對然後這個遊戲在一開始的時候 如果你不是接WiFi的話 你是用4G來載的話 前面的在下載的時候 哇靠就是 怎麼講就是會卡住啊 資料會卡住啊 那現在怎樣 這個遊戲是當機了是不是 哇塞 超終極負面行銷 這個太屌了 他整個當機了他整個死機了 好啦OK 那基本上各位 基本上就是個像這樣子的遊戲 反正就是打了世界王 可以去打世界王之後就可以 砰一堆裝備 然後就把你的裝備等級 就要高一點 之後呢就跟著主線任務走 對然後如果找 有好朋友一起玩的話 如果是你路人的話 加幾個比較厲害一點的 課長聯盟 你看可以我就玩得很爽吧 好啦OK基本上就是一個 又是一個武俠修正類型的 社交模擬器 然後現在畫面卡在這個畫面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好啦OK 那以上呢 就是這一次就是天涯幻夢的 新遊戲介紹 希望就是有幫助到大家踩地雷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拜拜